歡迎光致你一直叫做 哇哈哈製作公司 我們電話叫 哇哈哈你好 這樣很專裝 有的員工我打去 喂 哇哈哈 哇哈哈 你好 太過分 就是拿自己公司的名字開玩笑 就跟拿自己的父母親的名字 在開玩笑 他照本宣科 他沒有情感在裡面 想說你好 我是徐薇 很高興為你服務 那聲音根本就不高興 給他把那一串台詞念完 就是沒有溫度的那一種 結果那家公司待一晚 我帶另外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安靜的 跟在賣骨灰潭一樣 好安靜 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時候 就以前的習慣沒有改變 人家都很安靜 我這樣喂 你好冷 每個人都反應 你有嚇到嗎 我怎麼說我不能嚇他 我那個老闆也是嚇到 從辦公室出來 誰啊 誰啊 誰那麼大聲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事情 有時候要看該公司的文化 某些行業 比方說房屋送接公司 他們都比大聲的 一來當然也是炫耀 自己的業績也有 另外一種就是他們必須要 用這種方式來激勵彼此 你大聲 我要大聲 持膝比弱 那個氣氛就很好 對 看產業 對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天生 可能賞門就大的話 我覺得還能夠 玉琳哥是本來賞門大 我覺得還能體諒 但你知道有一些公司同事 他是老闆在的時候 他講電話 我曾經碰過一個業務員就是 每次當老闆在的時候 他講每一通電話 他都要講很大聲 而且他很怕老闆不知道 他在跟客戶講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在旁邊 如果說我當下沒有在講電話的話 OK 可是有時候我們也在講電話的時候 他還這麼大聲 我就聽不到我對面客戶的聲音 對 而且這種人就是你已經跟他講說 小賽一點 他會跟你說重要的客戶 對 然後那時候我在想說 可能他本身講話就這麼大聲 可是你偶爾發現老闆不在的時候 或者是他的老婆打給他的時候 他是可以小聲的講話的 所以有一些人 他在講電話講那麼大聲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半是想要讓老闆知道說 他現在在跟客戶談大聲 公司大概都是這種 真的 可是我們記者圈是剛好相反的 我們記者圈很少這種講電話大聲的 因為都怕被人家知道 你知道我們都疊對疊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我們 可是明明是同一家公司 我們通常 同一家公司的人很少在一起上班 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路線的記者 在一起 所以今天都是跑衛福部 或今天都把台大醫院 就一群人在這邊 你會突然看到有一個人 默默的講電話 突然變很小聲 甚至他會躲到邊邊去講 再來緊張 大聲的我怕 醫藥記者會講暗語你知道嗎 他這樣講電話說 有一種大便要上市了 我想說怎麼會講這種東西 原來他是把信藥 用那兩個字來取代 就是會製造一些暗語 不要讓人家製造 而且你知道我們會等到什麼地步 我們信息重到什麼地步 你會看到有一個人突然間默默的 去另外一間小房間打電話對不對 他反而然後待會就有一個人 默默也捨進那個房間 就是那個人打完就出來對不對 另外一個人打電話去那裡幹嘛 你知道他要按重播鍵 看他打到哪 打給誰為什麼這麼神秘 所以我們很少這個 會講大聲的通常是我以前的公司 記者圈會這樣嗎 會 然後所以你知道 道高一子謀告一帳 前面那個人就是打完 自己正式的電話 真的採訪電話 會打一通電話回公司 他待會重播的時候 就是你公司的電話 你就不會被那個破解 對 疊對疊防範 對 但是我前一個公司 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餐飲業的時候 你知道有些小男生小女生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真的很愛上班聊天 然後明明在外場忙得要死 就是兩個如果站在出餐台 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我們通常是這樣 廚房會說好幾桌 他會刀 刀之後是不是就弄出一堆餐來 然後外場的服務人員就來這邊 然後出餐就把菜拿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送菜了 我們這個出餐這個弟弟 特別愛跟妹妹聊天 如果是阿桑 因為我們外場年齡 大概從18歲到38到58都有 58的他都迅速拿給他 18的他就說 今天很漂亮這樣 我那個餐廳是開放的 對 然後我那個餐廳是開放的 全部的客人都聽到他就說 今天很漂亮要約會 對 他們真的就那麼低俗 他們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這樣 真的 貝林哥那一句也有 也有 你這個更露骨的都還有 常聽 就是那個我出餐台 就給我開槓起來 然後有時候瞪他 瞪他 他就開槓 我說店長賣這裡拍 然後又開始送完對不對 送完就開始 不久之後他就開始聊天 這傢伙上班聊天就算 我跟你講上班愛聊天的人 通常有個特色 他上班不做正事 你問他要不要加班 他就第一個舉手 因為他反正上班很輕鬆 他都在聊天 所以問說 假日人不夠 有沒有誰能加班 店長我 我說你不可以來 你來都在講話 辦公室也一樣 早上都在聊天 晚上都在加班 因為他就 老闆看了就很受不了 就是有這一款 其實在辦公室裡 講電話很大聲 像剛剛葉琳哥講的 我就覺得很認通 因為的確很多情形 就是在那個職務上 你需要大聲的講話 要去表達那種朝氣 或者是激勵士氣 或者是有一種那種 熱鬧滾滾的情況 比如說像房地產業 如果就是說 此起彼落的電話 起來的話 這個時候連客戶 都會覺得買氣好像很旺 這是必須的 所以碰到這種情況 即使像橘子很不喜歡 旁邊的人講話那麼大聲很吵 我也建議就是說 如果這是職務的需要的話 你必須要融入然後接受 減少別人對你的干擾 或者是你自己 也要多投入一點 去像他們一樣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不覺得 這麼討厭 但是另外一種 就是像素卿講的 他自己就是一個大白木鬼 老是製造造音讓人家討厭 那我自己在職場中 也碰到這種情況很多 通常因為我是比較溫和派的 我就會過去跟他們說 噓 拜託 拜託 就是我會用這樣子的方法 去讓他們多體諒我們一點 那我覺得多溝通幾次 通常人家也臉皮沒有那麼厚 也會熟臉的 OK 好 聊天的 第三個是什麼呢 吃東西發出 還會自贏 吃東西 很厲害 如果有一個同事 人家的抽屜都是分類 可能是客戶資料 文具什麼的 他的分類是 泡麵 餅乾 零食這樣子 然後他常常每天 一大早八點來 就開始吃東西 然後他桌上常常都布滿著零食 然後他吃東西還會這樣 吃餅乾超大聲的 然後就算了 他會有一種類似豬叫聲 就是我幫你 類似有一種人吃東西會這樣 比如說吃麵包會這樣 然後就 就是他這樣會這樣 好笑 我聽他不哭一個動作 真的不這樣 而且他會自言自語 他拿一個東西就說 我這個有心口味 對 四點 對 因為四點 然後就是很想專心上班 他忍不住一直在偷 這耳朵放很大 偷聽他講 他說 最近這種好像不很好吃 會 有些人會 會 一直講 一直講 就覺得他好煩 阿瑋哥就會這樣 怎麼樣阿瑋 四點 四點 就是比方說我們在看報紙 我早上看體育版 就看體育版的時候 他只要被他先看到 昨天Kobe Bryant 19分巴蘭滿七速攻 可是我正準備要看 因為他先看那一份 然後他看到我在看 巴蘭滿七速攻 獲得三連勝什麼 他把內容全都先講給我聽 然後你知道我每次買雜誌 我都要說我可不可以先看 然後看我快速看完你再看 不然他看完之後 他就先看完我放在哪一頁的時候 林書好轉隊喔 對不對 你... 就說要洗澡是什麼 那個我就跟看電影 還沒看到結局 他說跟你講 等一下那個男主角會死掉 那有時候你不看報紙他就不看 當你打開來看的時候 他就要偷過來看 那很煩 你就把他蓋起來 他又不看了 你打開他又要偷過來看 自演進去洗澡是什麼 對 可是我覺得 你剛才那是同事還好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後來離職 是為什麼就是為了這種事情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秘書 前一個工作是那種 比較中小型公司的老闆的秘書 那個老闆可能也是那種 就是辛苦創業的那種 中年的男性 中到壯的 就是大概50多歲的男性 然後他說他一去就會發現 他人滿好的 但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說他覺得他老闆的牙齒健康 應該相當不好 就是有時候可能比較 那個年紀的人 有時候可能早年抽菸抽很多 或者是什麼 就是口氣很重 然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亞洲病 他說第一時間就是覺得 老闆每次交代他事情 他都想死 因為他都希望趕快 三分鐘之內交代完畢 因為口氣非常的重 但是他說有時候秘書難不 有時候一起出去 或者比如說吃個簡單的東西 就是一起陪老闆一起吃 就是如果出去 他說吃的時候更可怕 他說他很難想像一個人 吃任何東西都可以發出 各種不同的聲音 吃湯就會酥酥酥酥有沒有 然後吃那個 然後任何聲音他都能發出 後來他說 他覺得說最受不了的地方是什麼 他說 是這樣的 因為牙齒不好對不對 所以除了吃東西 有聲音之外 比如說這個時候 吃完上車了對不對 上車之後就會發出 更可怕的聲音了 因為他的東西 一定會塞在牙縫裡 對 他就一直 天啊 對 他就一直努力 想把牙縫的東西弄出來 然後他說他真的快瘋了 他快瘋了 然後他想說算了 找到工作就去其他地方 因為他覺得 他又不能提醒老闆 說老闆你要不要看牙醫 個人衛生習慣不好 而且他還是上司 對 剛剛蘇星姐講那個聲音 我最怕最怕最怕 就是聽到男生發出那種聲音 什麼聲音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 以前我們是9點上班 那很多業務員 他可能會8點10分 他就會早上會買豆漿 或是麵線 在辦公室吃 那你知道麵線 巴德路遊間 還滿有名的紅麵線 通常都要放很辣對不對 我旁邊的男同 因為大家有時候 都在吃早餐的時候 我旁邊的男同事就是他 當他吃完麵線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這個聲音 這聲音我只要一聽到 我就會莫名的生氣這樣 哪一種 是這種 對 他就會 好噁心 而且這種聲音 你不只在辦公室 你不只在辦公室 你到餐廳 有時候餐廳會很多人 邊拿著牙籤 邊發出這種聲音 然後他發出這種聲音 你知道對女生 我們旁邊可能還在吃三明治 或吃什麼的人 聽到那聲音 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講 如果他過來親妳 你會怎麼樣 我要明刷很長 我要明刷大帥 或者你不小心用到他的牙籤了 刷牙刷一份 成年老哥就沈玉琳哼得出來 我們那個餐廳是日式餐廳 所以我們在營業時間 我們都會用那種播放戲劇 播放那種什麼 放那個 太老了 然後他們就會帶自己的CD來 你知道那一場就給我播什麼嗎 那一場就給我播什麼嗎 那一場就給我播什麼嗎 那一場就給我放歌曲 歌曲放每個 聽聽聽不喜歡 能學你遙老 對不對 老實你還記得那首歌嗎 有 那許惟英文有主題歌嗎 許惟不喜歡 怎麼那一場就要放 那一場就要放五十分 謝謝